這個也會是建議大家可以越吃越瘦 而且呢 蛋裡面有好的膽固醇 也可以幫你降低壞的膽固醇喔 其實呢我們有在FB問過大家 大家有沒有外食族都吃便利超商的呢 那其實有很多朋友都說 他三餐都不知道吃什麼 三餐都是老外 他只能夠到便利商店找尋他可以吃的食物 但是呢竟然就越吃越胖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其實告訴大家 我有時候也都是在便利超商選擇我要吃的食物喔 所以呢今天我就來告訴大家便利商店有 特別有幾種佛系食物是可以讓你越吃越瘦的喔 那這些呢都是我平常去便利商店會買的瘦身食材喔 那首先呢告訴大家我最推薦的食物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這就是茶葉蛋 那蛋呢其實有豐富的這個蛋白質啊 而且會提供你飽足感 還會給我們身體各種的能量喔 所以其實蛋白質類的食物像是茶葉蛋 還有這個 茶碗蒸 那你如果容易比較是消化不良的朋友 你想要吃軟軟熱熱的食物呢 茶碗蒸絕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喔 還有這個 如果呢便利商店裡面有這個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這個呢就是糖心蛋 那糖心蛋呢裡面吃起來是軟軟嫩嫩的 也會比較容易消化喔 所以這個也會是建議大家可以越吃越瘦 而且呢蛋裡面有好的擋固醇 也可以幫你降低壞的擋固醇喔 接下來呢第二種的食物呢 我其實呢營養師喜歡瘦身 我還是會吃一點好的澱粉喔 那大家不要以為說真的瘦身 完全什麼澱粉都不吃 其實這樣是沒有辦法完全的燃燒脂肪的喔 所以其實便利商店我告訴大家 有很多非常好的澱粉喔 像是這個 哇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那其實很多便利商店裡面有所謂的烤地瓜 蒸地瓜 甚至有些有所謂的冰心地瓜 我都會建議大家你就可以這樣子一拳 一個手掌大小 可以提供你豐富的膳食纖維 豐富的粗纖維 也可以讓你有飽足感的好澱粉喔 那另外呢是這個 這個是水煮玉米 那有時候會在關東煮裡面看到 或是說它有封一條的這個水煮玉米 都是非常好的 那這些也還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你排便喔 還有呢另外一個我會選擇的澱粉食材呢 是這個 日式蕎麥麵 那我會選擇日式蕎麥麵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有低升糖指數 低GI值 吃下去之後不會讓我的血糖快速增高 所以呢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吃一些麵條類的呢 你不要再選擇什麼王子麵 泡麵啦 你可以選擇是這個日式的蕎麥麵喔 第三個呢其實身為營養師的我 還是非常建議大家吃一點蔬菜的啦 那當然便利商店有非常多的蔬菜 你可以選擇喔 所以其實你們走到生鮮區 就有各種的生菜沙拉 那不管你喜歡是這種有海藻的啦 或是就是凱撒的啦 或是和風的啦 其實我都會建議你 在拿其他食物之前 你都可以再搭一個和風沙拉 我會建議你還是要加一點點的喔 因為呢如果不加沙拉醬的話 單吃這個生菜呢 其實蠻冷的 那對於有些女生來講 我還是會建議你 其實有一些油脂可以幫助你生理 其實順順的來 也可以讓你越吃越瘦的喔 另外呢哪裡還有蔬菜呢 就像我們的關東煮裡面 裡面有像是娃娃菜啊 蘿蔔啊 筍子啦 昆布啦 或是香菇等等 這些呢其實也都是很好的熱熱的蔬菜 非常適合大家可以穩定血糖 幫你越吃越瘦的喔